下一位 医生 你好 我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给你看一下 有没有出来 我叫李大雷 李大雷是吧 啊 已经出来了 恭喜你啊 怀孕了 怀孕了 对 行 我知道了 怀孕期间啊 要多注意休息 增加营养 知道吗 要不然的话 对你肚子里边 胎儿不好 好 我记住了 谢谢医生 没事 我先走了 行 大美 你怎么来了 我来 我们不是离婚了吗 肯定要分割一下离婚财产啊 你回来 就是 是为了给我分财产 是啊 我俩婚都离了 我肯定是来拿我给你买的东西呢 赶紧去把我给你买的那个钻石头表拿过来去 行 我就给你拿 这是什么东西 运检报告单 大美怀孕了 我要住父亲了 赶紧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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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的那个手表 我一直都没戴过 现在 我也不知道放哪呢 找不到 找不到就算了 大美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咱俩都离婚了 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 确实离婚了 但是 刚刚我看你拿手表的时候 就是 运检报告单 你怎么乱翻我的东西 我刚刚看你去拿手表的时候 在你屁股后边坐着 我以为是 啥没用的东西 我看了一下 没想到 你竟然怀孕了 怀孕了关你什么事 咱俩都已经离婚了 咱俩离婚了 确实 但是如果这要是我的孩子 我 肯定还是会好好对你的 主要是我这一段时间 工作确实忙 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可能对你有点疏忽了 大美 你也不能这样 对我欧气 你从结婚 脾气就硬 你现在离婚了脾气还是这么硬 我之前工作那么忙 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咋不告诉我 我告诉你干什么呀 你别忘了 离婚是你提的 我就当告诉你我怀孕了有用吗 你不是说 咱俩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吗 你已经不喜欢我了 我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能和好吗 能回到之前吗 不能 那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把这孩子养大 人们都说七年之养 我们现在为这个家也付出了许多 然后这些年 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付出的更多 我每天下班回到家之后 我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可聊 然后 我感觉生活非常枯燥乏味 所以我才选择和你分开 我不想这样的生活持续下去 现在你终于怀孕了 我肯定不会只顾着忙于工作 现在肯定会在家多陪陪你 多顾及顾及你的感受 让你过得快乐一点 让你变得更开心一点 我也不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大美你能原谅我吗 小胖 你可想好了 你真的愿意为了这个孩子 而和好吗 大美我当然愿意了 以后我没有了孩子 我一定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和孩子上 不会再忽略你的感受了 只要你说的是真的 我就愿意 而且我也不想孩子出生以后 就没有爸爸 大美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和孩子好的 我一定不会辜负再次辜负你的 行 妈 哎呀你看你今天也没有去健身 正好呢我想跟你说个事 说话儿子 妈今天起来晚了 妈 我想去了 我又找了一个女朋友 又找了一个 嗯 找了一个漂亮吗 给妈说说 妈 我跟你这么说吧 现在啊 不管漂亮 不漂亮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俩 能和得来 有本事就行 你可别再像以前那样了 我娶一个媳妇 给我打跑 娶一个媳妇 给我打跑 你说哪有你这么做婆婆的 儿子 妈你打跑了 你不是要找到了吗 证明啊 我儿子啊 有本事 找了一个又一个 我儿子多大的本事啊 妈 我说你 我说你两句吧 你还觉得你挺骄傲的 我是那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婆媳之间能不能好好相处 不是说 让你夸我有本事 又找一个媳妇 再说了 我之前娶那个三个媳妇 每一个都带你不差啊 你说你 偏偏看人家不分眼 女子啊 不是妈不行 都是啊 你找那媳妇啊 妈看着不分眼 哎 妈 你老是这样 我告诉你啊 以后吃亏的可是你 你啊 你这 老觉得看人家不分眼 别人啊 看你 还不分眼啊 行了 儿子 你说的话 妈懂 以后啊 妈不会打你的媳妇的 妈 行了吧 你还打呢 你再给我打饱了 你儿子我一辈子就娶不上媳妇了 不打了 行 妈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 改天 让她过来 让你看看 行 儿子 让妈看看 过过眼 长得怎么样 行 行了妈 走吧 咱去超市买点水果啥的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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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干什么呢 我跟她发信息问她到哪了 让妈看一下呢 看啥呀 妈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隐私的空间 你说我们俩聊 你又别看了 看不看不看不看 妈 我跟你说啊 待会儿 大美到了 好好跟人家说话啊 行 儿子 听你的这次 对 这次一定得听我的 不然的话 我可真一辈子就打光磨了 啊 给你呢 来了 来了 妈 我开门你啊 行行 你去开门 大美 可见 等你半天了 妈 大美来了 来 大美 坐坐坐 坐坐坐 妈 那个你跟大美说说话 大美 我就给你洗水果吃 特意 我跟我妈去超市买的 等着啊 我认识 是你啊 原来 啊 小波是你儿子 啊 是是是 我来之前 小波跟我说 他妈这个人挺凶的 特别厉害 可是我现在看你 也不厉害呀 像你这样的 再厉害也没什么用 我一个人都可以打十个 那是 你是是教练吗 但是呢 你放心 我不会动了打你的 再说 你以后 就是我婆婆了 我会对你好的 啊 啊 嗯 这个 我们家 有规矩 就是 这个规矩嘛 现在 不能打人 在家里 不能家暴 啊 你放心 我不会动 啊 嗯 大美 我叫你叫大美 以后啊 你都说我的儿媳妇了 也不叫教练 叫教练嘛 想生生 行 大美啊 那 那我去给你洗水果去 不用不用 你儿子他已经去了 啊 那 那我给你倒杯水去 我 我不可 我 坐在这儿 你是不是紧张啊 不 不紧张 不紧张 你放心 你不用害怕 我虽然是 你的健身教练 但是 我不会动作打你的 那 行 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一家人 打什么打呀 不打 不打 那就行 不过我之前听小波说 她妈一直很厉害 我还担心呢 不厉害 你这不见到了吗 哪厉害呀 倒是你呀 我还有点怕呢 没事 你不用怕 你是长辈吗 我知道尊老爱以后这个道理 对对对 我以后啊 就是你婆婆了 那 那 要不 我去给你做饭去 今天 在我们家吃饭 那行吧 那我去做饭去 嗯 好 我走了 这不挺好的吗 大美 小波 啊 那个 妈呢 啊 她说去给我做饭了 她说让我今天在这吃饭 在这吃饭 行 我还担心 你和我妈你俩说不到一起呢 我就担心这个 没想到 这我妈今天竟然能主动跟你做饭 真是难得啊 你妈 她之前就认识我 我不是在那个 做那个健身教练吗 你妈不是 这段时间一直在健身吗 就在我那 大美 我告诉你 我之前 不是有过失败的婚姻吗 你也知道 自从我妈健身以后 都给他们打扮了 你说这次 真是斜了门了啊 你到我们家 我妈怎么变得那么老实 说话也都客客气气的 真是一物相一物 可能是因为我是健身教练的原因 你妈觉得她躺不过我 所以 才一点都不凶的吧 唉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个 要我问问妈 咱中午吃什么 你想吃吗 让妈给你做 行 妈 做饭也不行 估计在厨房瞎忙了 妈 中午做啥吃啊 儿子 今天 大美第一次上大美家了 怎么样 出去吃 你看 我妈就是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 你别说出去吃了 哎呀 扣都不行 现在 还主动让你出去吃 大美 你别说你真有本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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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